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是7月4號拍的影片 那現在有點硬天 那大家也應該知道 我肉肉大部分 都已經是鹿羊的狀態了 那今天 要跟大家 分享一個 比肉飽度下 讓我更 心疼的一件事情 那是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度下真的都長得非常的好 對吧 好那是什麼讓我 擔心害怕呢 就是 肉寶被鳥啃了 肉寶被鳥啄了 那有看到嗎 這顆是德雷 然後 這顆是白鳳 白鳳 這是 這是 凱瑟 如果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好 就是 德雷 凱瑟 白鳳 被外來種的八格佐了 好 我不想傷害他們 那只好拿出香客法 鳥類在視覺上面呢 對於鮮艷色彩 如紅色就是危險 又毒 別來吃我 所以 我在上方就掛了紅色的口罩 好 看我的仙女座 偏紅 就沒有被鳥啃 雖然八格是雜食類 但是這樹肉不好吃啊 別來吃我的肉寶 看掛了那個紅色口罩之後 是不是會有改善 讓那些八格 有一些些的警覺 危險 因為葉片被灼受傷的肉寶 原生長的注意力 會被轉移到修復商業 進而影響生長 所以呢 我現在 處於被鳥啄的恐懼 大於肉寶肚下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很無奈對吧 素肉不好吃啊 好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其他鹿羊肉寶的狀態 大象餅 很漂亮喔 它也慢慢變成 包心蓮 我 鹿羊真的是超美 好 那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過 7月1號跟2號進城了 到公司迅速處理交辦的事項 回家看魚啊看鳥啊 還有預約髮型師減髮 好這個是新陳 錄養的時候也很美對不對 好 那 差不多一個半月有餘了 沒有剪頭髮 超難受的 平時我都差不多15天剪一次 很難習慣 這個是 碳飛糖 很漂亮吧 好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藍色金屬 很漂亮 他們也都慢慢包心了 而且葉子都超硬實的 很美 然後這個是 拿鐵玫瑰 喔對了 因為我 不是進城嗎 鄰居問我回來沒 然後 就說放了櫻桃在我的信箱 但我回來 鄰居都不見了 是對我自主隔離嗎 開玩笑啦 因為我也沒有告知鄰居我回來了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顆是 凱特膠種 也是很漂亮 然後這一個是 藍光膠種 這是三個頭的藍光膠種 來看一下莎莎女王 欸莎莎女王 他們真的都不怕曬喔 我已經喚醒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生長 的能力了 真的都一隻曬太陽的喔 我也都沒有去把它收進來喔 好這顆是鄰近 它現在 入養後啊 又更美了 肉前輩說 鄰近長大後 非常的漂亮 期待 好 好像又有颱風要形成了 我看我們家肉寶 幾斤風雨應該已經無懼了 對吧 感謝各位的支持 好有一個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 粉蘭鳥 粉蘭鳥 粉蘭鳥是鹿養的元老 都一直在這裡 好就是有朋友說影片中肉寶啊 都只是概略介紹 他想看不通 我肉肉鹿養後的狀態 來這是另外一顆 粉蘭鳥 都很好 這兩顆是鹿養的 魔式蘭寶石 有沒有漂亮啊 有沒有漂亮啊 好 那我剛才講到的就是說 朋友想在 看一下肉肉鹿養後的狀態嗎 那所以我在FB 成立了一個肉寶社團 訊息我會寫在訊息欄上面 那有興趣的肉友 還有肉前輩們 若您方便 肯請加入 這個是彩虹湯 很漂亮 其實都已經出顏色了 我這個鏡頭 並沒有把它的顏色 真的拍出來 不好意思 好 那說真的啊 我也好想好想看 肉友們及肉前輩 您們的肉寶 那在那個社團呢 就可以盡情分享 交流喔 不然我只能用想像 各肉主的肉寶們 的狀態 這顆是天鵝壺 好 過去我來不及參與 希望在未來 我們能有共同的回憶 拜託喔 有機會原來我的念想 可以看看各位的寶貝肉寶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好這顆是絲綢面紗 再次 感謝大家 然後呢 在順度疫情之前呢 眼下更重要的是 順度防疫生活 那些日子總是會過去的嘛 總將成為我們生命中的記憶 對吧 健康才能擁有更多的未來 加油 祝大家一切平安順利喔 那 我 的那個肉寶社團 裡面呢 就是會拍一些 現在肉肉狀態的照片 都會PO在上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 也能夠 與我一起參與 一起創造 共同的回憶 好謝謝各位 拜拜 祝大家一切平安健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所以現在 看到的就是我在 FB所成立的 社團 那若是有機會 那也請大家 波容 來分享囉 那謝謝各位